大家好,歡迎來到這個香港青年協會的節目 我們在開1A-C21 然後這個節目是分享生活學習時 今天很開心,我們請到Carrot 來我們的節目 首先你見到我們前面有很多有趣的公仔 全部都是你親手做的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為什麼你會愛上這個玩意 其實我接觸羊毛煎幾年前開始 其實都跟書展有關 因為那一年我有個老師去出版一本書 我特意來書展去參選場 去參選書會 而剛好買他書的攤檔 就有賣羊毛煎的一些手作包 我還挺有趣的 所以就買回來試 記得當時是買了一個俄羅斯娃娃和貓的公仔 聽說好像你帶了一個現場的節目給我們 今天就會教大家做一個 因為時間關係 做一個簡單一點的 一個小豬的扣針 首先說一下羊毛煎是什麼 羊毛煎其實是透過用一些羊毛 還有用一些羊毛煎專用針去刺 因為羊毛煎其實透過羊毛專用針 它有一些倒刺的形狀 它也可以令到羊毛會煎化 就會形成一個實體 因為其實我們不同的羊毛 都會有不同的顏色 我們就可以用不同顏色的羊毛 去畫這個顏色上去我們的作品上面 這個就是它的主體 今天教大家做的就是 慢慢加上耳朵和鼻上去 之前也做了一個比較立體的樹 這個其實也是用羊毛 將不同的部分去連接到身體那裡 所以現在我就會做 將耳朵連接到頭部那裡 首先就用了一小處羊毛 一小處羊毛 就做一個三角形的形狀 對 三角形 刺的時候就是用這個針 90度刺下去 開頭其實也是一個很毛的質地 但是慢慢刺你就會看到 它已經開始有些成形了 可以摸摸的感覺嗎 對 就變了一片的形狀 它好像硬了一點點 對 其實羊毛煎那裡 都是靠你刺多少下 因為步驟都是一樣的 都是透過煎 這個羊毛針刺下去 慢慢讓它煎化 如果刺得久一點 它就會硬一點 如果刺得不久 它就會軟熟一點 就會變得可愛一點 因為我現在要刺這個耳朵 是一個片狀 所以就不需要太多羊毛 是 其實現在 現時除了有很多手作市集之外 也會有很多的 手作班 我都見有不少的朋友 有空都會去參加手作班 做一些有趣的禮物 一來可能給自己 一來也可能給朋友 我眼見到前面 除了有一些小公仔裝飾 一些食物之外 其實還有一些像相架 是嗎 羊毛的發揮空間很大 除了一些比較立體的形狀之外 也可以做一些半立體的雕塑 可以做一個相架 方便擺設 這些小小的動物 也可以做擺設 或者做鑰匙扣 可以扣回袋子 可以帶出去 很棒 這個 另外也有一個 例如這個 是羊毛刺繡 對比其他作品 沒有那麼立體 但是 也是用羊毛 在布上填顏色 去勾出動物的羊 我們現在 差不多做好兩隻耳朵 做好兩隻耳朵 對 就會是這個三角形的耳朵 到時 就會將這個耳朵 放回去 猪仔的頭的位置 因為我的羊毛 其實除了 上面這個三角形之外 下面也流鬆了少少少的羊毛 這個就沒有煎化去的 因為可以把它 拼回頭針 然後在這個位置 再刺緊它 再刺緊它 是 也可以慢慢看看 位置是否正確 大概是這個位置 萬一 像我這樣 軟盡的人 那個位置歪了 那怎麼辦 所以一開始也是輕輕刺緊它 如果真的不對 也可以拔回它 可以的 可以的 其實羊毛煎也可以修補 如果真的覺得用錯的顏色 不適合 其實也可以剪掉 不用的部分 不麻煩 不麻煩 當然不麻煩 這樣都好些 一聽到馬上很想玩 現在就可以開始 把鼻孔放進鼻子裡 這次就用很細緻的羊毛就可以了 對 真的很細緻 因為太大的話 會令鼻孔很厚 因為這次也是做一個簡單的點綴 對 好 這個豬仔完成了 對 完成了 讓掌聲老師先 對 很漂亮的一隻豬仔 到時候也可以在後面的位置 例如用膠窗 把扣針放進去 也可以扣回衣服 或者扣袋的位置 可以帶出去玩 好 謝謝Kerry老師今天來 謝謝 希望你下次再上來跟我們分享 謝謝 謝謝